大家好,我是中心社记者王世博 今天是24节气中的丽丘 民间素有丽丘贴丘标的习俗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到了 北京老字号沙锅居的门口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 已经有很多的民众在准备进去就餐了 那么今天沙锅居都准备了 哪些特别的贴标菜品呢 今天小新就带大家来探一探厨房 来跟我一起走吧 今天咱们为丽丘都提前准备了哪些菜品 今天我们是以沙锅白肉为主打 今天多准备了一备 而且今天早上很早就开始煮肉了 夏天的时候因为经历一下天了 消耗的热量水分都比较大 正到丽丘这个季节的时候应该苦一苦了 正好这个硬气呢到这个丽丘的季节呢 才能多吃点肉 我们准备的也比较充足 包括我们的酱肘子 酱猪蹄 其实比较硬气嘛 那今天咱们过来是专门来这儿 就为了吃贴秋瓜的为了吃酸菜白肉 上辈儿传练来的 不是生活条件好在这儿吃的 以前在家弄点酸菜 切点五块肉不是也在家吃吗 您知道丽丘有什么学习吗 我就知道吃肉贴秋瓜了别的不知道 看全是肉 全是肉 头五角子二幅面 然后丽丘主要贴秋瓜我们都是这样 套个吉利吧 从早点我们就已经开始主推 咱们肉类的产品 比如那个猪肉大葱的包子呀 还有咱们那个烧品加肘的 这个今天的销量已经是平常的一倍了 然后基本上不到九点 早点的这个都销售一空了 今天像那个大家能看到 这个基本上不到十二点已经开始排队了 这个可能也是由于之前疫情的影响 可能疫情之间 大家都没有出来聚餐或者出来吃饭 然后像尤其这些天过节 可能人会多一些 基本上恢复了像我们去年同期的80%以上吧 那么其实除了酸菜白肉这种砂锅菜以外呢 在丽丘的进补方式还有很多 比如说烤肉 现在是晚上的六点钟 我来到了同样是北京老四号的烤肉季 走进大厅呢 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非常多的食客了 今天是丽丘 在北方呢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丽丘滋补的就是饮食需要 主打的就是我们传统的烤羊肉 还有我们这个外卖食品的 比如说像酱牛腱子 还有酱牛腿筋 今天的肉呢 我们要比平时要多准备大概50%左右 就是以往年的经验来看呢 就是今天要比平时要 也得忙出了很多了 外卖就是一直有 但是今天呢就是准备的特别充足 上午的话我们牛腱子就达到了100斤左右了 已经比以往大概得高出60%了 因为今天受疫情的影响嘛 要是跟去年比的话 估计是达不到去年那个客流量 但是要比前些日子要是明显的好转 今天咱们点了什么 烤肉 羊肉 烤肉 鸡肉 鸡肉 全是肉对吧 为什么会坚持就是立秋的时候要来吃一吃 大家吃点好吃的吧 今天就点了一个羊肉的炙子烤肉 然后点了一个羊腿和牛排的品牌 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平时大家很难有机会什么出来 要是稍远一点的话 很难出来见个面 然后见个立秋的油头可以聚一聚见见朋友之类的 吃点肉然后迎接这个冬季的到来 秋季秋季 秋季得到来 秋季得到来 这个有很多是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吧 对对对 包括一些节气和和人的这个身体状况 这个有一些关联的嘛 对 秋季秋季呢 其实是我们古时候一直流传下来的一个习惯 但是其实呢 现在大家可能已经不会再度过一个体重减轻的苦夏 大家其实吃的更多的是一种习俗 是一种烟火气 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吃肉还是要控制量 规律饮食才是入秋的正确姿势 吃肉 吃肉